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如也走进农广天地,我是杨璐 现在呢又到了万物复苏的春天了,每一棵植物呢都是生机盎然 要说形象最飘逸的就要数那万条垂下绿丝涛的柳树了 然而啊,不是所有的柳树都能够在春季发芽生长 也有一些被害虫钻柱树干或者是枝条造成树式衰弱 甚至树木被吃空 那么这些柱干害虫都包括哪些种类又有什么样的防治技术呢 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详细的了解一下 在我国主要的柱干害虫有翘翅木 林翅木和磨翅木害虫 翘翅木中又主要以小肚 天牛 吉丁虫对树木的危害最为严重 木肚鹅 透翅鹅 这扁鹅属树林翅木树干害虫 磨翅木的树干害虫主要是树风 树干害虫的一生要经过有卵 孵化成幼虫 然后再由幼虫变成蛹 最后由蛹羽化成虫的这几个过程 所以我们就要根据柱干害虫 不同虫态的发生特点 以及规律进行科学的防治 树干涂药包扎法 是在柱干害虫 成虫产卵期 使用的一种防治方法 它对毒杀产卵成虫 和柱干害虫的卵 有显著的效果 涂刷的药物可以用40% 氧化乐果乳油十倍叶等 内吸性强的杀虫剂 因为柱干害虫一般都有一个吸性 就是在距离地面一米左右的树干上产卵 所以涂刷的位置应选在距地面一米处 为了使药物能够更好地渗透到树木中 在成虫产卵初期 先将涂药部位的老粗树皮刮去 刮皮宽度为40厘米左右 树皮不能刮得太深 露出老鼻下的嫩皮就可以了 刮皮后 用板刷将稀释后的药剂均匀地涂抹在树干上 涂药量以树干充分湿润 药剂不往下流就可以了 涂药后用40厘米宽的塑料薄膜 缠绕树干进行密封 经过15天左右的时间 药物就能渗入树干 这时就可以拆除塑料薄膜了 这样 树干害虫再产卵时就可以起到毒杀作用了 因为树木的根系能够吸收药物 所以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根部埋药法 可以采用直接埋药的方法 也可以埋药瓶 直接埋药的药物可以用5%的新流磷颗粒剂 埋药方法是 在距离树干1到1.5米的地方挖2到3个穴 然后把药投放到穴中 1到3年生树 每树埋药150克左右 4到6年生树 每树埋药250克左右 7年以上的每树埋药500克左右 投药后将穴填平 用脚采石 用这种方法对树上的卵 蛹及幼虫毒杀效果都很好 一般药效可以持续两个月左右时间 埋药瓶法 就是将40%氧化乐锅乳油10倍液 或25%杀虫双水剂5倍液 装入瓶中 在树干根莖外围地面挖穴 让树根暴露出来 选取不超过香烟粗的树根 剪断根烧 然后把根插到药瓶中 这里要注意的是 根端要插到瓶底 这样瓶中的药物才能全部被根系吸收 然后用塑料膜封好瓶口 埋入土中 埋药瓶法比直接埋药 药效发挥得更快 药液很快就能随根系的导管 输送到树体的各个部位 树干的组织从外向内 依次是皮层 在润皮部 形成层和木质部这三个部分中 存在着运输水分和营养元素的通道 这些通道又被称为围管树 在树叶呼吸作用的过程中 由于蒸腾作用不断泛湿水分 会产生蒸腾拉力 这样在蒸腾拉力的作用下 水分和溶于其中的药物 就会沿着围管树向上 被输送到树体的各个部分了 在给树木输液前 先让我们来看一看 在输液器具上都有哪些特殊要求 输液软管可用人体输液器代替 只不过在使用前 得做一些改造 要先将静脉针拔掉 根据输液孔的数量 加一个三通或四通软管 最后再装上输液针头 输液前先在树干上打孔 打孔可以用电钻 输液孔的直径 要比输液针头的头部直径略小 这样针头插入后和树干结合的比较紧 不会使输注液大量外流 孔身一般应掌握在树干直径的一半左右 也就是要深打水部 输液孔的方向最好要与树干方向乘45度角 这样也能减少药液的外流 孔打好后将孔内木屑掏出 再注入清水冲洗干净 输液孔清理干净后就要装针排气了 在装针前 所有孔内要填入吸水性好的软纸或泡沫塑料 这样有助于排气和过滤 将输液针插到输液孔内 然后用注射器将水灌满树孔和针头内孔 排出内部的空气 当注射器稍施加压力 水就从输液孔渗出时 说明输液器和输液孔中的空气已经被排除 这时应关紧流速调节器 把输液屏吊在输液孔的上方 输液屏的位置越高越好 这样可以使液体流动顺畅 将输液器另一端的针头 经过橡胶塞插入输液屏中 打开流速调节器 给树木输液的流速不能太快 最佳流速应该在每分钟2到3滴 看来我们人类可以通过输液达到治病的效果 对树木也可以采用输液的治疗方法 来防治助干害虫的发生了 好了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虫孔用药法 由于助干害虫在树木上都会留下大量的虫孔 所以直接在虫孔当中投药 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防治措施 注射防治法就是从每年的5月份开始检查树干 当发现树干表面有虫孔 并且虫孔中有新鲜木屑时 说明虫孔内有幼虫存在 取40%氧化乐国乳油5到10倍液 按每厘米胸径1到1.5毫升的用药量 注射到虫孔中 然后用黄泥封住洞口 以防药液挥发过快 这种方法的防治效果可以达到98%以上 圆花又叫药鱼草 焖心花 棉花条 圆花是瑞香科有毒植物 属野生落叶小灌木 分布很广 极易采集 而且中药店里也有出售 圆花之精富含圆花素 芹菜素 骨硫醇 本甲酸等刺激性 有毒油状物 所以可以利用它的这个特性 来防止助干害虫 具体做法是 在每年的5到6月份 气温较高时 找到树木主干 主枝上 有新鲜虫分排出的虫孔 用圆花精枝插入虫孔3到4厘米 如果圆花精枝较细 而虫孔较大时 可多插几根 最好将虫孔塞满 然后用黄泥封口 在孔洞内生活的助干害虫 需要转头来到洞口排泄粪便 当发现洞口被堵塞时 就会取食圆花精枝 而中毒死亡 利用野生圆花防止助干害虫 这一生物防止方法 费用低 效果好 对于坑道系统简单的助干害虫 由于它的活动空间狭小 可以用注射法和野生圆花法进行防治 而对于像天牛这样的助干害虫 由于它的坑道系统 包括了侵入孔 交配式 母坑 卵式 子坑 永式 羽化孔 通气孔 交配孔 所以用上面的两种方法 防治效果就不明显了 这时就可以采用 张脑防治法和毒牵防治法 用张脑防治 在春夏秋三季 幼虫活动期间都可以进行 但是以初夏效果最好 具体方法是 先把张脑丸弄成碎粒 找到助干害虫的虫口 抛进虫道内的粪便和木屑 往孔内塞三到五粒张脑碎粒 然后用黄泥封住周围所有的洞口 以防漏气 用药后 整个虫道就好像是一个熏蒸式 很容易的就将孔道内的助干害虫 幼虫熏杀至死 一周后检查一次 如果还有新鲜粪便和木屑 就说明洞内还有虫子 可以再放一次张脑 张脑防治法的杀虫效果 一般可以达到85%以上 零化心毒牵 是一种用零化心 草酸和桃胶 制作成的长6至8厘米的牵字 是防治助干害虫的新型高效熏杀剂 方法是 找到助干孔口 抛进虫道内的粪便和木屑 把毒牵带药的一头插入洞中 并将漏在外面的无药部分折断 用黄泥封口 以固定和密封毒牵 以便增强药效 最后把所有的洞口都用黄泥封住 因为毒牵上的零化心 与草酸反应 会缓慢释放零化氢毒气 这样就能有效地杀死 虫洞内的害虫了 零化心毒牵 对天牛 透斥鹅 这扁鹅等助干害虫的毒杀效果 都非常理想 防治效果可达95%以上 请不吝点赞 您赏支持明镜 trouve台湾